想必您就是申少侠 周都监使大人派人来交代过 为您安排的上房已经准备好了 房间就在碧店的二楼 从旁边的楼梯上去便是 请您好好安息 汗事已经过了一半 似乎还没有同情 不知世权他们进行得是否顺利 难得看到何大哥如此紧张 我也该释然了 既然姚妹子想知道 我就说出来 让大伙听听吧 说不上是什么有趣的故事就是了 我出身于世代以枪术武艺 被主称的太原和家 祖上曾出过不少豪杰名家 算得上是太原的名门之一 在我上面有一个兄长 年纪长了我二十来岁 由于父母早逝 从小就是他负责照顾我 教我家传武术 但我自小体弱多病 也不喜欢练武 总是让他叹息不已 后来兄长在长辈举荐下 进了禁军 悬又调人汉阳 他与金华玄的白家小姐 也就是我的大嫂订了钦 于是把我带来汉阳就近照顾 让我暂时借助白家寨中 我和白家的缘分 就是这样开始的 哦 原来何大叔是太原人 我师尊也是北方人 怪不得给我一种豪爽好久的熟悉感觉呢 那时兄长在官府里有诉索 就没有在城里另寻住处 大嫂便带我直接在白家宅里借助 而大哥平日公务繁忙 回来家里的时候并不多 所以大多数的时候 家里都是大嫂与我两人 大嫂把我当成自己的弟弟一般照顾 不但督促我练武 闲下时也教我诗书词曲 传授司主管嫡之妙 那时的我 可说是一整天都黏在大嫂身边 让白老夫人开玩笑说 我们比真正的亲切弟还要亲 那几年 可说是我一生中 过得最愉快的时光 知道 何大叔 你还好吗 如果不想再说下去 那就到此为止也 等等 城内的气息似乎有所异动 像是有人在施展某种咒术 他们来了吗 我也察觉到了 底下的地脉传来一道震动 哎 抱歉打架啊 斯大人要销着前来通知何大人等几位 那头闯进黄克楼地下 他与弟兄们正在对面的树林里坚士 请几位尽快前来会合 以上一应对之策 我明白了 你回去告诉史权 我们马上就到 哎 是 啊 等等 他们这次的目标 居然是黄鹤楼 他们之前闯过薛家宅地 徐州府衙 这次是黄鹤楼 除了多少与官府有关之外 看不出这三者间有何关联 或许 他们是在寻找某些为人所深藏之物 这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嗯 我们这就走吧 刚才和尚只在讲到重点的时候就被打断了 然后他说白家大嫂嘛 然后白双咬好像也姓白哦 有什么关联吗 嗯 二弟话得不错啊 二弟话得不错 二弟话得不错 副指挥使 沈少侠 你们总算来了 敌方动向如何 你们还没被对方发现吧 对方是害时前后现身的 探子说三名首脑直接登楼 其他人首则守在黄鹤楼二楼外面 很好 你们继续在此安兵不动 其他的就交给我们 手下明白 谨遵赴指挥使的吩咐 史大人不许担心 我们自有分寸 独老师杀无限 看来就是这里了 地上的光环 显然是通往地下的一顿法阵 你们的首领呢 他们到底下去了吗 他们到底下去了吗 阴魂不散的臭小子 怎么又是你们 既然你们这么想找死 老子今天就成全你们 沈子俊 咱们许久不见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你 我们今夜闯入黄鹤楼之事 极为机密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小姑娘 或许你太低估本朝的密探了 汉阳君早就知道你们要来的消息 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安排了大批精锐弓弩手 在外面团团包围这里 若你们现在贸然出去 埋伏的弓弩手 就会百箭齐发 即便你身手过人 想全身而退 也并非一事 所以你们是打算拿这个和我谈条件吗 别以为几个弓弩手就能让我却步 我大可先拿你们来血迹 再出去大杀汉阳君一阵 最后用咒术轻松离开 小姑娘误会了 在下并不在意你来此做了什么 只是希望你能收起兵刃 带领手下不动声嘶地离开这里 在下可以担保 汉阳君不会有一兵一族阻挡你们 这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汉阳君要你如此转大 虽然听说南朝军兵懦弱切战 但若他们已经有所准备 那就没道理放过这个立功的大好机会 官军顾及送料双方的关系 并不打算轻动干戈 因此在下自愿前来代为传达此事 若萧姑娘答应这个提议 在下可以担保汉阳君 会遵守他们的承诺 物主大人 你可别相信这滑头小子的谎话 就凭她的面子 也能说得动汉阳君听她的主意 他一定安排好了陷阱 等咱们出去时突施暗算 庞昌 你别以自己的小人之心 夺人家君子之父 若汉阳君已在外面设下埋伏 你一出去身上就会插满箭 深少侠又何必冒险 来这里找我们谈条件 深子俊 虽然之前并非我刻意放过你们 不过既然你有这份好意 拒绝你反倒想得我不够大方了 那太好了 多谢萧姑娘给在下这个面子 深子俊 你意外的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嗯 咱们先从这里出去吧 小姑娘 请跟我来 小姑娘 只需往左前方远处看去 在下所言真假 自然分晓 深子俊 看来你的确所言不虚 哎哟 彼此彼此 我也不希望你们在城里引起骚动 你这句话提醒得是 哎哟 你约我啊 嗯 深子俊 那么咱们就此别过 别忘了 好好观赏今晚的月色 嗯 深大哥 萧音刚刚是不是在你耳边说了什么 啊 嗯 没什么 嗯 没什么 他只是正宗的向我道别而已 真的吗 怎么我觉得不只是如此 哼 哼 不论如何 多亏了深兄弟说动萧音 罢手退走 哎 既然如此 我们快去通知他这个好消息吧 哼 深大哥总让人觉得哪里可疑 哎 姚妹危险 姚妹危险啊 姚妹危险啊 白雙姚 还以为你是女主角 哎 看来不是哦 看来官配应该不是你哦 危险危险 錯錯 嗯 副指挥使 属下刚刚看到 黄河楼上面发出异光 虽然猜想应该是敌方所为 但由于属下并未听到打斗声 为了慎重其见 就像按兵不动 不知现在如何了 今夜潜入黄河楼的 的确就是大辽国的米探 幸好沈少侠说服他们 罢手退走 免去了一场血腥恶斗 能这样送走这批凶神恶煞 就再好不过了 史大人客气了 此刻这里还有许多官兵 史大人不妨先让他们撤走 以免他们引起附近 过往行人的注意 沈少侠说得是 我这就点收撤队 尽快返回官府 多谢大家 这件事总算是顺利解决了 沈大哥真是没情趣 今晚的月色这么好 我还以为你会想顺便夜游一下呢 哇 这个直觉 姚妹 可言你了 姚妹 今夜并非夜游的好时机 我们还是趁早回去客栈休息 避免多生事端吧 嗯 蓝姐姐说得是 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 嗯 我们这就先回客栈吧 哇 我还担心没办法顺利溜出来 要有大火没一回就睡着了 想必是难得熬夜的缘故 只是应该都快到了 这就快去古今台吧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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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子俱 你对得起姚妹吗 人家这么喜欢你 你就这样对人家 跟人家单独约会 你这个渣男 你这个渣男 我还以为 你喜欢姚妹 第一次见面对姚妹 你见面就抱人家 这个凑渣男 小姑娘来得真早 让你久等啊 我也是刚到而已 坐吧 这是于武带来的北地名酒 叫做冰宴 他说这酒最适合赏月时喝 所以擅自拿了一瓶来 既然是北地名酒 那自然是值得一尝 这酒在清烈中 带着一股透骨的风霜气血 路口就立了仿佛自身 自身于翠国旺藏雪山的 风风之中 嗯 的确是很有北国风味的好酒 你和于武一样会欣赏酒 这些我就全然不懂 这些我就全然不懂 而最近有意外的是 你今晚毫不迟疑地一口喝下去 似乎半年都不移心 我会不会在酒里下毒 小姑娘 有句话说 信者不移 遗者不信 你不当武东脸在我之上 而且个性行事果断帅子 既然你特地约我来此 就不会用这种小手段 申子俊 看来反倒是我把你瞧得小了 小姑娘客气了 这种小事不用在意 话说回来 这次邀约 着实让在下十分意外 虽然今夜的月色正好 的确让人大发喝酒谈天的雅兴 不过小姑娘客气 约在下来迟 应该是你有她顾吧 这次来汉阳之前 我莫名地预感到可能会遇上你 不过曾你好意协助 咱们才得以避免一场坏人性质的私伤 所以趁此预设 我想或许是找个 或许是个找你谈谈的好时候 小姑娘客气了 我才应该感谢你愿意卖我这个面子 既然你有喝酒谈天的雅兴 我这样是十分乐意奉陪 不知道小姑娘想找我谈些什么呢 咱们要弄热心 徐州之战后 我向庞昌与渝武问过你们的事 小姑娘多虑了 我本是来自身上绝骨的野人 这又生长鱼屁也 竟不明白别人说的送鸟之争 汉乙之房 也不因为你当负责 鸟果朝廷的秘密 秘密 秘密 而对你有敌意 不过如果要硬要问 我是出于什么原因想要帮你 或许是因为 你让我感觉到 一种莫名的熟悉与怀念 虽然我自己 也说不出这感觉是从何而来 说不出的熟悉与怀念 你也这么觉得吗 妄独很久以前 曾经认识 甚至她性命不过人 但却像朦胧的梦境般 怎样都想不起来 我很少喝酒 更不曾如此与人共饮 但面对着你 这种不习惯的事 却觉得如此自然 听萧姑娘一说 我似乎也有相同的感觉 可是我们真的曾经认识吗 自我有记忆以来 只记得在嘴骨中 度过了十多岁月 这我自己也不明白 所以才会约你来这里 萧姑娘愿意说 在下自然想听 我出生于大辽国境内的 维方部族之一 李泽 然后啊 在弹心的时候 都要找一个良庭 然后看着月亮 阴剑品跟风寒月有 原来如此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 即使是在维方族中 具备萨满的资质者 也不多见 难怪萧姑娘年纪轻轻 剑法的精砖狠辣 却不输义父 宛如已经有二十多年的修为 原来是出于神兽嘛 徐兰婆婆说 就像是我出生以前 就学会了的 传自上谷的霸者之剑 真的有这种东西 太后本人善于数数密战 身信圣上成真皇之命 应当依天命继承霸剑 成为大辽称霸天下的开国圣君 而霸剑在最后露屋深谷 就是下落不明 太后受此打击后 一病不起 在病榻上数年后便去世 但临终能不忘此事 丁主神上务必找回霸剑 以心大疗 圣上认为 这战下或许与萧太后的预言有关 也指她命我再次进行占谱 与寻求更清楚的结果 而当我静坐 像刺 这怎么念啊 她给我非常明确的神起 自从我被她呼唤以来 她的声音从来没有那么清楚过 那位赤宗神怎么说 要念赤宗神啊 赤宗神说 太后的占卜没错 圣上 却是成天之主 原来如此啊 这件庞仓潜入望剑锋 袭击薛家大展 你算中强闯徐州 徐州富阳和黄鹤楼 都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 不过 只是如此机密 为何你会愿意告诉我 我希望能让你了解 为何此事对我如此重要 既然如此 在下我也有几句话想说 不知你愿不愿意听 你说吧 虽然 我自认是个对世事 并不挂怀的野人 但下山以来 也一路结识了许多 对我十分照顾的朋友 只要我力所能及 也会尽力不让他们蒙受危难 而你是为了取回霸剑 实现大辽皇帝的野心而来 用力成功了 大辽必定会奴 十几年前那样再次难清 我不能做事我的朋友们 人现这场病在战祸之中 所以我们之间 注定难免一战 其他的就交给赤宗神 以及未可知的宿命吧 我只希望不会是如此 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虽然此刻我也想不出家说些什么 就先把这些话留到以后 咱们就趁着这个月色 好好多喝几杯吧 嗯 嗯 你说的是 姚姑娘 请 好奇妙的感觉 不知道 是这月色 抑或是酒的缘故 宛如每多喝一杯酒 我就多意起了一分什么 既然如此 那就再多喝几杯 或许真能想起什么呢 反正今天还挺长 咱们不妨再多来一回吧 嗯 萧姑娘 出生在自古以来 继承萨满之力的围方不足 而据你所说 萨满教信奉的 大多是山川野兽的自然之神 然而呼唤你的赤宗神 听起来 却与他们全然不同 萨满婆婆也说过一样的话 所以我不会怪你 我明白萧姑娘的想法 这样也好 若真有这么一柄神意之剑 我倒也很想亲眼看看 看在今夜供隐的份上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的 倘若如此 切实还请萧姑娘手下留情 我就在此先干为敬了 有人来了 这是庞昌独门的 灵血神针的解药 我好不容易才从她那里拿到的 可别忘了服用 那么 申子俊 保重 多谢萧姑娘 你也请保重 大伙儿 都在这儿后面吧 你们可以出来的啊 反正你们都看到了 不用继续躲下去 尴尬 姚妹也知足 真是抱歉 我没告诉大家就偷偷溜出来 我还以为申大哥只顾着喝酒聊天 不会注意到这边 没想到呀 还是被你给发现了 其实姚妹想的没错 先查知道你们的是萧姑娘 公子眼光果然敏锐 沈大哥真不够意思 要一个人来这里也不先说一声 姚妹 这次是我不对 以后我一定不会瞒着大家 没关系 只要沈大哥没事就好啦 哦 女生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哦 小心哦 郑大哥 台家妹子 刚刚可不是这样说的 无论大呼小叫的 喊着孙大哥还被萧威音这个妖女给害了 还想眼快猛火地逼着老夫 赶快用追踪书找人 小前辈 你干嘛把这个说出来了 我看见了 沈兄弟 姚妹子也是担心你才会如此 姬安 只是虚心一场 这时请回去大火一次也睡不着 咱们不如就趁今晚月社尽心地来场夜游吧 想不到何官人有这么一番好兴致 不知公子以为如何 既然何大哥如此提议 我自然是从善如流 对啊 古琴台那里正一场月 我们先过去住住吧 昨晚大家澄清夜游到东方见白 之后在房里睡到日上三竿 现在都已经过了五十 沈大哥 别这样说人家嘛 白家妹子说的也没错 难得何官人会这样帮姚妹子说话 我们要去找封林森呢 既然蓝姐姐记挂着她 咱们就去一趟白家吧 他早上 我也要在这儿 哼 为何沈大哥总能猜到我在想什么 我 她 感谢观看